台南警方办案锁定了诈欺车手 骗人投资虚拟货币 远警跟被害人将计就计 约车手在超商面交款项 由被害人出面 五名远警就在店里当假的客人 看时期成熟 一勇上前逮人 不过在抓人的过程当中 有一名真正的男客人在里头用餐 他也是全场唯一不知情的人 全程目睹相当胆定 车手一身黑衣黑裤 背着包包坐在超商用餐区 不时左顾右盼 警戒心很强 但他不知道的是 四周围的客人都是警察 就在这时候穿格子上衣的远警 从背后拍了下肩 人才回头立刻被拉下椅子 其他紧离见状一勇而上 把人带到店外压制 再看一次 当时店里 一二三四五 五名客人都是警察 整间店已经套好招 车手狼狈坐在地上 从没想过被返张义军 提供玩具钞票 请妇人配合 被害人是这对夫妻 误信诈欺集团 投资虚拟货币 前后被骗走129万 集团实随之位 把被害人当肥羊 继续使诈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 由被害人带着60万的假钞来面交 远景责搬客人 在店里等机会 车手果然掉进圈套 被捕了 只是过程中 这名蓝外套的男子 其实是侦客人 全场唯一不知情 当天进店里用餐 意外募集警察抓车手 幸好侦客人很淡定 没打乱警方布局 被封任务中 最佳绿业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道